這個時間在今天全真社取得有關的保護電視紀錄 顯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在事發的當晚的凌晨 起火時間是2點55分 在3分鐘後火勢加劇 10分鐘後甚至噴出火洩 有一些疑似的異議物體在水面上燃燒等等 這個情況令我們相當關注 究竟是警方的資料出錯 這個閉路電視是有問題的 這個閉路電視的片段很明顯就是 南周圍環水道縱火當時的情況 而最重要就是出現羅新門的位置 就是片段裡面曾經出現過兩個目擊證人 他們沒有報警 他們跟這個縱火案有沒有關聯呢 我們不清楚 但是警方在起初就說 那個閉路電視硬碟的空間不足 所以就沒有錄到案發時的片段 跟現在傳媒取得的片段 很明顯是有出入的 所以我們隨即是會去信給警方 是要求警方盡快交代 這個閉路電視的羅新門事件是甚麼一回事 還有再重申 南周圍是香港人非常之重視的一個地方 我們希望警方能夠認真去緝空 去調查南周圍近來連續的縱火案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希望透過釋除公眾疑慮 如果這次的片段是有問題的話 警方是有責任跟公眾解釋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好,謝謝